一手拿着铁丝 一只手将万寿局穿入铁丝 民众努力学习制作花环 台湾渊住民族图书资讯中心 在10号办理卢凯族花环讲座 让民众从手作开始 亲近圆明文化 过去在带花环 真的我不知道有这样区别 我只是把它说很美 经过老师的讲解 我才知道花环 它是有不同的 讲师表示 鲁凯族人佩戴的花环 主要分为正式场合与非正式场合 以女性举例 在正式场合中 在情额佩戴的百合花 Dugibi会透过佩戴百合花仪式 才能佩戴 象征贞洁与荣耀 另外在非正式场合 妇女则会将育养尺结合 薄荷制作成花环 达到消暑提振精神的作用 卢凯族在制作一个很简易的一个编织的一个花环 如何让它的一个文化一个内涵 可以在我们都会区的孩子 或者是在我们都会区的一个群组当中 我们能够演细下去 一个小小的配饰都可能有特别的意涵 透过民动的互动参与 让教科书上以外的传统文化进一步让大众看见 也活络在日常生活中 语言希望怎么大众 五六台北市采访报道